李龙基带着杨玉环逃亡到了马维坡 在这里玉环即将了结他传奇的一生 他看着眼前的寺庙 感觉是那么的似曾相识 多年前他前往长安的途中路过马维坡 寺庙的和尚一眼就看出他的不平凡 并赠予他轮回之禅意 可当时玉环急着去往长安并未领会 我们会见面的 此时玉环看着眼前的寺庙 内心盈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与此同时士兵们都饥寒交迫 他们希望杨国中尽快想想办法 他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全体将士 太子李亨明白时机已到 于是他和御林军首领陈旋李商议 尽快处决杨国中 而士兵们更是异护反应 此时杨国中也是整天的提心吊胆 他已经感觉到了军中的气氛不对 接着便出来视察情况 可眼前的士兵正在向他逼近 而他的头顶更是黑压压的围满了一片 这一刻杨国中慌了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 而御林军将领却没惯着他 一声令下士兵们便将杨国中围住 杨国中很快便被捅成了马蜂窝 而接下来杨家上下遭受了灭顶之灾 不管男女老少全部都被灭口 事后所有士兵聚集在一起 他们要强迫李龙基杀死杨贵妃 只有这样全体将士才能安心 此时两人正惬意地喝着茶 但接着手下便传来杨国中被杀的消息 李龙基听后顿感大事不好 高丽氏还想劝将士们退下 可士兵们完全不给他机会 并且还一步步逼近 就在这时李龙基走了出来 陈旋里羞愧地低下了脑袋 接着李龙基便怒斥让众将士退下 将士们明白李龙基是真的生气了 也一步步往身后退去 此时的李龙基竟显帝王霸气 可最终士兵们还是停下了脚步 但现场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关键时刻还是高丽氏为将士们讨要封赏 想要化解危机 可李龙基却是执拗得很 他觉得将士们私自处死杨国中乃是大逆不道 直到这一刻李龙基才惊醒 看着眼前将士们死神一般的眼神 李龙基才承诺免去他们的罪责日后封赏 可将士们依旧是闻思不动 陛下六军将士为陛下斩杀杨国中乃 可贵妃娘娘仍侍奉圣主左右 将士们如何能安心息寻护驾 请陛下可爱赐贵妃娘娘死 什么 陈玄礼的话被杨玉桓尽收而顶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绝望 李龙基当然舍不得处死玉桓 陈大将军 六军将士群情激愤无可厚非 可你不该如此啊 高大将军群情激愤重怒难犯 不杀贵妃贵队的命令谁能服从啊 大唐的皇上对你我可不薄啊 高翁这难道是你我之事吗 兵剑闹到这种程度不是谁可以控制的 毕竟贵妃的哥哥杨国中被他们斩杀 而玉桓乃是李龙基最宠爱的妃子 将来一旦他要为杨国中报仇 那现场的所有人都难辞其咎 这才是玉桓必须死的原因 但李龙基依旧想要保住玉桓 他希望高丽氏想想办法 可是以至此玉桓之死谁都没法改变 难道六军之乱就是一个谦弱女子吗 陛下呀 目前的形势万一 老奴我无法担持啊 陛下 只有六军将士安了心 您才能安然无恙啊 陛下 这一刻李龙基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几岁 而杨玉桓也是个深名大义的女人 她明白李龙基此时的无能为力 李龙基听后简直就是心如刀割 她这一生起起伏伏 对于亲生儿子可以一日杀三子 但对于女人她就是个情种 就连武惠妃放下弥天大错 最终都可以让她善终并且追封为皇后 更何况是自己最宠爱的玉桓 可杨玉桓也明白李龙基此时的处境 她只希望自己的死能换来大唐的长治久安 臣妾 卑贱之躯 得以寻国 死而无憾 但愿国运 能从妾妃死日 得以忠心 这一刻两人相拥在一起 能得到玉桓这样的女人李龙基真的是三生有幸 很快门外传来杨贵妃被赐死的圣女 将士们顿时欢呼雀跃直呼陛下英明 第二日玉桓一人来到寺庙 当年她去往长安时便与老和尚结缘 没想到再次相见却是这种情形 可玉桓并不后悔 这辈子她深受大唐天子的宠爱 她只求来世可以与三郎再续前缘 孽缘不断 怎么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啊 再苦 玉桓也 无悔 无怨 接着玉桓便一人在六军将士面前穿过 她的牺牲值得陈玄礼等人的尊敬 此时的玉桓心无杂念宛如那九天玄女下凡 临终前她默然回首 只剩下李龙基歇斯底里的忏悔之声 就此杨玉桓将自己的一生结束在了马威坡 而李龙基此时宛如一条断了生机的雄木 现在杨贵妃死了众将士心安了 陈玄礼带着众人开始请罪 儿等无罪 李龙基明白错不在玉桓也不在将士们 这一切都怪自己老年昏晕 就在这时两位顺风小哥快马赶到 杨玉桓生前最爱吃的就是四川老家的荔枝 可没想到最终还是迟了一步 事后还是受网礼帽将荔枝送到了玉桓的坟前 毕竟两人曾经也是夫妻一场 杨玉桓死后李龙基再次来到马威坡 他轻轻擦拭着玉桓的墓碑 感叹着命运的不公 李三郎这辈子身边美人无数 但最让他怀念的还是玉桓 他将坟前的野草当作了贵妃的秀法 轻轻一闻满满的都是回忆 这一幕就连一旁的高丽士都为之动容 他从小陪伴在李龙基左右 更是见证了两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但曾经那个英姿飒爽的大唐皇帝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孤寡老人 此时李龙基情到深处痛哭流涕 他多想玉桓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这一切都已经迟了 都怪自己年老昏晕才害得玉桓克死他乡 与此同时太子李亨这边也得知了消息 他明白自己夺取皇位的机会道 于是他和心腹李璧密谋 在李龙基前往四川的途中 安排了一堆的百姓拦住了去路 他们希望李龙基留下来抵御安禄山的贼军 要不贼军一到百姓了一定会遭到屠杀 可此时的李龙基只想尽快逃离这里 于是便让太子李亨留下来处理此事 自己则是先行离去 李龙基万万没想到自己重击了 等他刚走李亨便准备与郭子一会合北上抗敌 而李龙基反应过来是已经实了 他本想派人将李亨带回来 可高丽氏的一戏话顿时将他拉回了现实 陛下 束劳奴 直言吧 现在不是你坐在金殿上的时候了 他们没有你的旨意 杀了杨国忠 他们没有你的旨意 逼死了贵妃 现在太子顺应民意 回马抗敌 您怎么好把他留下来呢 本来李亨觉得父皇依旧健在 自己为金禅位就登基心生愧疚 但李必却深知他是在给众人演戏 毕竟不想做皇位的太子不是好太子 接着李必便顺手推舟 当今天下兵荒马乱 国家危在旦夕 殿下如拘泥于小孝 等待皇帝禅位 则大势无妄议 而如今天下大乱安禄山已打下来一半的江山 可大唐的皇帝却一味地逃离 完全不顾百姓们的死活 现在急需要太子统领六军收复失地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大中大小 李必的一番话顿时让李亨名正言顺 公元756年7月12日 太子李亨在林武城登皇帝位 视为宿宗改年号为智德 与此同时李龙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迫退休 他虽然幻想着太子能剿灭叛贼重回长安 但也对将来的时局充满的担忧 因为在逃离长安时他曾经许下诺言 战事平息后便要退位已养千年 李龙基做了四十多年的皇位 他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出皇位 陛下按太子的性格来看 陛下不下诏禅位 他是不至于擅自称帝的 不过西北重将领极许统帅 如果纷纷拥戴太子继位 他也是很难推辞的 他敢 能否想个办法 既可以截至太子 又可以打击叛军 此时的李龙基不知道自己还是晚了一步 于是他派人紧急给李亨送来一封诏书 如今李亨也算是彻底对父皇断了念想 他决定不再隐瞒直接将自己即位的消息上报 此时李龙基正给随从们讲自己当年的英勇事迹 接着太子的手下便传来了圣语 这一刻李龙基双眼无神意是没反应过来 就连身边的高丽氏陈玲里等人也懵了 太子殿下到了05之后 在将士和百姓的拥戴下 继了皇帝位 遵陛下为太上皇 国家危难路途遥远 为其请示在先 万望太上皇恕罪 李龙基虽然愤怒 但他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谁让自己当年不停劝阻逃离长安 抛弃了他的九重公权 抛弃了他的万千臣民 抛弃了他一手缔造的开源圣事 幸亏高丽氏会安慰人 表示退位是迟早的事 还不如趁此机会早点歇息 至此以后李龙基便开始游山玩水 虽然对于退位有所不甘 但也算是任命了 可即便如此朝中大臣 却对他深有戒备 纷纷建言让李亨尽快接李龙基回京 老爷子常念在外 心未必安分 接回长安 把他放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倒也让人放心些 那就把老爷子接回来 只要他不过问朝政 就让他安安静静地休息吧 就此李龙基便再次踏上回京之路 七十多岁的李龙基要谋反了 他想要推翻儿子的地位 自己再次登基 自从他被接回长安后 便停停接见老臣救部和百姓 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李龙基 怎会甘心退居二嫌 于是他决定效仿武则天 废掉儿子李亨自己二次登敌 把朝中的元老都给我叫来 高丽氏明白这可是谋反 但李龙基却心意已定 他明白如今李亨尚未不得人心 如果自己能得到老臣们的支持 那说不来真的可以迎来自己的第二春 等一众老臣聚气后众人把酒言欢 开始回忆年轻时的争容岁月 想当年他们灭为后展太平 都创下不朽的功勋 可今世不同往日 自从太子李亨登基后 他们这些李龙基的心腹 不是被贬值就是被排挤 心中对李亨的怨念可想而知 他们明白李龙基也是不甘寂寞的主 于是纷纷建言太上皇再次出山 为大家做主 中正河山还带陛下亲自出马啊 陛下老臣致死也要追随陛下 老臣干脑涂地也要跟随陛下 李龙基建老臣们如此支持自己 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我呀至少还能干十年 对陛下老君王之风范 无可逼你 对啊 为庆祝自己再次登基 李龙基硬是拿起宝剑 来了一套帝王剑法 与此同时李亨这边一直监视着 父皇的一举一动 他本想着老爷子能够安分守己 一养千年 可谁想着李龙基当皇帝当官了 居然与陈玄李高丽氏等人一遇谋反 李亨明白李龙基毕竟是自己的父皇 出于笑道不能将他怎么样 但陈玄李高丽氏等人是不能留了 于是他决定杀鸡儆侯 第二天便罢除了陈玄李的所有官职 让他到了还乡 而高丽氏则是被流放到乌州 这一刻李龙基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不仅没有夺取皇位 还被儿子李亨软进到了太极宫 临行前两人一同回忆起 李佑年氏的第一次相见 你还记着我 非要看看你那小小鸡鸡来着 对对对 让我看看 不行不能看 两人从小便结下了深刻的勇意 虽说是主仆关系 但李龙基却对高丽氏宠爱有加 回想起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 真的是沧海一梦 临行之前李龙基亲手将离送到高丽氏的嘴里 他们都明白这一别或许就是勇蝶 高丽氏辉煌一生 谁想到老年居然被流放 只留下李龙基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陛下 来世就是做牛做骂 我还来伺候你啊 多年后唐代宗登基大赦天下 高丽氏也免去流放返回长安 但当他在途中得知李龙基去世后 嚎头大哭最终吐血而亡 而李龙基临死之前也曾经下过一招 只允许高丽氏一个人给自己陪葬 可见他们二人之间不单只是主与仆的关系 更有兄弟般的情谊 事后唐代宗被高丽氏的忠心所感动 追封他为扬州大都督 陪葬于李龙基的皇陵 冗国菇